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子因为手机没有电 到附近酒吧接充电器 却险些丧命皇权的故事 金发妹因为手机没有电就走进了一家酒吧 就在金发妹和老板娘闲谈时 一个不断咳嗽的胖大叔走了进来 她要借用酒吧的厕所 随后一位刚走出酒吧门的大叔被人一枪爆头 酒吧里瞬间炸锅了 附近的行人听到枪声之后一跑而空 穿着制服的清洁工 不顾众人的反对想要出去帮忙 也被一枪击毙 在酒吧的众人瞬间陷入惶恐之中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众人打电话报警 却发现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电视上也没有任何关于这次恐怖袭击的报道 就在众人还沉浸在极度恐惧之中时 门外的两具尸体不翼而飞 酒吧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酒吧员工觉得大家都在做梦 老板娘看不惯了 一个大耳光狠狠扇在自己发二的员工脸上 这时西装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个酒吧里可能藏有恐怖分子 他身上一定有炸弹 而外面政府武装之所以包围这里 就是为了消灭恐怖分子 胡子男听到后 默默地把自己的背包推到柜子后面 但是这一切都被西装男看在眼里 众人制服了胡子男 还打开了他的背包 里面是一块随身用盘 金发妹觉得他们太幼稚 将用盘丢在地上 将其踩烂 胡子男很不爽自己被人诬陷 就指着公文包说 那是谁的 西装男不想让众人打开公文包 在他们争吵之际 流浪汉打破了僵局 打开了公文包 里面全是女性内衣 看来西装男是一个异装批的变态 这个时候厕所里传来动静 退休的老警察用手枪打破了厕所门 里面是之前过来接厕所的胖大叔 金发妹走进厕所里 发现了一支被使用过的注射器 胖大叔的耳朵还诡异的流血 其他几人被全府武装的政府人员引走了 武装人员搬来几个轮胎 然后将其点燃 瞬间燃起了浓烟 酒吧的众人大声呼救 他们却不管不顾 逃逝地离开了这里 此时新闻开始报道 市中心的一家酒吧发生了火灾 警察已经封锁该区域 还将围观群众驱散 正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 胖大叔走了出来 可是没走几步就倒在地上死了 胡子哥看了他的手机 发现胖大叔是一个军人 他在非洲服役期间 感染了某种传染性病毒 因此他们猜测 政府是为了防止病毒在西班牙大肆扩散 所以武装封锁了这里 事实真相大败之后 酒吧八人分为了两派 老警察 西装男 老板娘没有接触尸体的卫一派 六脉和尸体有接触的胡子哥 金发妹等五人卫一派 在老警察手枪的逼迫下 金发妹 胡子叔 流浪汉 胖大妈 以及酒吧员工 只能和病毒尸体待在地下室 待在地下室的五人非常害怕 每个人都像交代后事一般 突然上面传来了密集的枪声 随后还有浓浓的硝烟渗透进来 看来上面的三人被处理了 等待许久后 几人回到了酒吧 胡子男率先发现了手枪 偷偷藏了起来 之后胡子男开始安慰众人 尽量保持冷静 等待机会 突然 嗡嗡嗡的声音 引起了五人的注意 金发妹找到了胖大叔的手机 翻阅了她的短信后 发现胖大叔身上 还有四只未经测试的疫苗 但是疫苗被流浪汉先一步找到 流浪汉先给自己注射了一只 胡子哥非常不爽 动手想要痛扁流浪汉一顿 谁知大大低估了流浪汉的武力值 在打的过程中 疫苗被掉进了地下室 胖大妈想要趁机给自己打一只 却因为手掌受伤 疫苗掉进了臭水沟里 最终只能让五人中最瘦的金发妹 下臭水沟捞疫苗了 费了好大的功夫 金发妹才通过狭窄的下水道口 在脏臭的臭水沟中找到了疫苗 胡子男让金发小妹 把疫苗绑在灯泡的电线上 金发妹也不傻 直到把疫苗给了他们 自己就没份 于是说 你们想要疫苗就都下来 于是四人找到工具将洞口扩大 而金发妹趁着这个空隙 将疫苗藏了起来 几人挤得血肉模糊 终于全部下来了 胡子哥却先发制人 和流浪汉打了起来 最终胜利的是胡子哥 流浪汉消失不见了 可是疫苗只剩三只 流浪汉出局也无济于事 手枪在手的胡子哥 逼迫金发妹去找疫苗 在黑漆漆地下 胖大妈趁机下手 想要淹死酒吧服务员 被胡子哥和金发妹发现 胡子哥出手救下服务员 四只理亏的胖大妈 拿走手枪选择自杀 于是疫苗一人一支分配完毕 这时突然传来了异响 三人前去查看 发现了死去了的胖大妈 走在最后面的服务员 被流浪汉偷袭被杀死了 胡子哥和金发妹 面对手持力气的流浪汉 只能到处逃窜 最终胡子哥选择牺牲自己 和流浪汉同归于尽 四只疫苗 五个人终于只有金发妹 活到了最后 难道不是长得丑活得久吗 全片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到酒吧借充电器 那可是很危险的哦 本期故事选自恐怖电影 酒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全片观看